看一下八点十分的视频 或许对你有用 密码是你受人 八点十分 我跟卡玛被关起来的时候 我看他已经有关了 离时离我们这么近 那应该听见了呀 这个监控 我也是昨天才拿到手的 具体里面有什么信息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昨天才拿到的 下班的时候我才给徐验尸 而且你们两个昨天不是去见客户吗 我估计他应该没有时间看 看过了 看了 什么时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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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三个小时的视频 完完整整看完 那就是凌晨 凌晨三点半 你 喂 你们干嘛了 就 他就是走之前跟我交代一下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 虽然事发地点是一个监控视频死角 但是 徐苑时找到了锦衣强之隔壁员工通道的监控视频 关键是啊 李池就在强调 你跟他嘛 却被关在这一强之隔的小黑屋里 李池在旁边怎么可能没有听见你们的呼救声 我这儿就把李池的照片拿去酒店问问 我这儿就把李池的照片拿去酒店问问 估计很快就会有收获 怎么样 这人刚走 你还适应吗 才两个都要是有双适不适应的 不过 我好像比想象中更喜欢他了 在干嘛呢 看样子 人虽然走了吧 但是心还没有走 这样 李池能不能回技术部 项目长说了算 如果我今天非要让李池回技术部呢 李总 倒也不是不可以 本来没想这么着急的 李总都说到这儿了 大家先看一段视频 之后再决定李池能不能回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画面上的时间 晚上八点十分 这个时候正是我跟我的同伴被关在小黑屋的时候 李池呢 离我们的距离一强之隔 对我们的呼救视而不见 好 好 刚才酒店那边也发过来一段录音 说话的是酒店的帮厨也就是当时的目击证人 你们大家可以听一听 我当时啊听到有声音就从后厨跑过来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男的 在门口摆了一个维修中的牌子 我记得那天设备也没坏啊 我就问他 你在干嘛呀 哎 这个男的就凶手扼杀了 让我滚 我当时也不敢做停留啊 怕惹祸上身 然后我就跑了 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这个男的 他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 反正 他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守着 我也不敢过去啊 然后 我就跑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超过活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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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啊 啊 你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 你越动越痛 别动 啊 啊 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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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军 你是不是想死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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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还有多少惊喜 是真不知道的呀 啊 以前有个育友是武术高手 我在里边就跟着练了几年 没想到在在这排场用场 对不起 对不起 正什么行 嗯 三位 好 走 李总 就这种人渣你给他机会 我上报总部直接开除 李总 啊 对 证据拿好 证据 你既然有证据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放长线钓大鱼 不用我教您吧 李总 我很期待 你提拔张俊 怕不是给我找了个打手 你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我怎么知道的 你应该清楚高了和诗天佑他们有多八卦 下次得给他们的嘴堵上 像部长放他们一条手 再说我也想干 没事 没事 下次我给你演一遍 没事 下次我给你演一遍